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料非常简单 低筋面粉 过筛 然后加砂糖 如果不吃得太甜 可以自己逐量减少糖分 如果你喜欢吃甜点 就自己加点糖 然后加入梳打粉 你可以用泡打粉 多数人会用泡打粉 但因为我家里没有泡打粉 所以我会用梳打粉 但是用梳打粉代替泡打粉 你之后还要加一点东西 就是要加酸性物质 令它的效用和泡打粉一样 待会我会加酸性物质 现在我们先加酸性物质 将干性材料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就可以加入牛油 牛油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不要让它融得太厉害 现在我们慢慢将牛油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和粉末融合在一起 用纸毡 用纸毡 不要用掌生 将牛油和低筋面粉混合在一起 将牛油和低筋面粉混合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加入其他材料 牛奶 蛋 我们加半只 这里还有少少少酸性物质 我就是用柠檬汁 然后就可以把它们搅拌均匀 如果太硬的话 你可以用手 但要快速地搅拌 不要搅拌太久 搅拌均匀 然后把它们分成六份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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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松饼间 会留一些距离 因为它们会膨胀 现在可以立刻放入浴热的烤箱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这个松饼已经焗完了 你见到它的颜色会比较深色一点 因为用小梳打粉 烤的东西会比较深色一点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用抛打粉 最后再塗一层蜜糖 完成这个蜜糖松饼 这边尽三尾 现在的蜜糖 以上预浇 都不 freshmen 很快 今次製作這瓶KFC蜜糖鬆餅非常簡單 底部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來試試好不好吃 撕開給大家看看 外面很脆 裡面是很軟的 看到嗎?裡面很軟的 試試 好軟的 加上蜜糖 真的挺像KFC蜂蜜鬆餅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可以加一些提魚乾 更加好吃 非常好吃 可以加上蜜糖